兔子属于草食性动物 因此可以吃的食物基本为植物 具体思维什么需要根据兔子的年龄进行思维 首先喂断奶的兔子可以让它喝母乳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母兔喂养 主人可以使用宠物奶粉进行思维 其次断奶后进入幼崽期的兔子 主要是以黑麦草等和本科类木作为主食 同时搭配少量兔粮保证营养均衡 每日少量多餐即可 待兔子进入成长快速阶段 则应该四味草给它补充钙质 但是四味量不可过多 否则会导致兔子出现鸟钙的情况 最后兔子成年以后 以摩西草、蒲公英草等豆壳类木草作为主粮 以成年兔粮为辅 还可以四味少量的青饲料 如蔬菜、水果等 但是需要注意四味量 如果四味过多会导致出现腹部情况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